大家好我是明依哥 明依哥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活动 在昨天网络上面我收到一个影片 一个印度的小朋友在做这样的数学题 这是一个逻辑的概念 我觉得非常好 所以呢我就实际的拿来这个豆子 来磨码一下 因为我没有想通 那我把这影片传给我的干女儿 叫王千千千韩 那昨天她动一个晚上的脑筋 她说她想通了 我们来试试看 那防疫期间呢 明依哥跟她分享这样的活动 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我们大家一起来试试看 首先我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过程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一个呢类似九分格 但是它是各边四格 所以这十二格 每一边呢 豆子加起来总的都是八 八八八八八 但是中间呢有六颗豆子 所以这六颗豆子 我们把它移到外面 移到外面来呢 可是每一边的加种还是要八 这很有意思 我昨天一开始也没有想懂 实际模拟才搞懂 我们看看王千千 我们千还是不是搞懂了 让她来实际做一次 好不好 来开始 好 她中间第一颗移出来 移出来以后放到这边 加种还是八 再来第二颗 然后这边加种还是八 日本加种还是八 好再来 这边加种8 这边加种8 没有错 好 再来 这里加起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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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再来 好 25 8 这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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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 最后一颗 好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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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王天天把答案做对了 好 现在把答案做对了 他把中间的6颗豆子移出来以后 每一边的加总还是8 这很有意思 那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呢 明依哥先来跟大家做解答 把他移过来 在防疫期间大家可能在家里面 这个也没什么事情好做 我们来推出一系列这样的活动 让大家在线上可以实际上亲子共有 哈喽 现在明依哥来做解答 刚刚上一段看到千千实际的操作给大家看 我现在告诉大家原理 当你知道原理了以后就很容易了解 各位注意看 这个类似九宫格 其实他各边四格 那在这四个角呢 其实是有一个翘子 在这边 各位看 3 4 5 6 7 8 2 4 5 6 7 8 3 5 6 7 8 4个角都是8 可是注意了 这个8 3 4 5 6 7 8 这个2算过一次 在这边的8 2 3 4 5 6 7 8 这个2被重复计算了 这个3在这边算过一次 这个3 4 5 6 7 8 他被重复计算第二次 他被重复计算第二次 这个2在这边被计算过了 2 4 5 6 7 8 他也是被重复计算 这个3 在这里算过一次 在这里算过一次 所以各边都是8 但是这个4个角呢 加总是10 3 5 8 10 到最后面看 结果你就知道答案是什么 这个6颗被校正回归 所以这6颗随便你摆 只要你移到哪里 就是同一线里面 移走一开一个角 那个4个角 所以不管你移到哪里去 你就是一定要在同一个里面 去把它移开 移过来 6颗移出来了 各位看 4个角都剩下各一 刚才是10 少了6颗 所以那6颗被 中间这6颗被分配到中间去了 4个角少了6颗 但是加总1234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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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4个边角都是8 那6颗被校正回归 就是这么简单 原本的4个角被 从屋计算变成1 所以1 在成的过程中 被从屋计算还是1 就是这么简单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试播 我们的王天谦非常的优秀 这个更聊国小六年级毕业 今年考上了泰山国中的母书班 跟他做一些这个亲子活动 给大家做个分享 防疫期间 大家小朋友在里面 家长可以跟他们实际来玩一下 很简单 不管你用我用开心果 你用红豆绿豆黄豆土豆 最后随便 重点是让小朋友一起参与 那王天谦跟他打个招呼 say goodbye 拜拜 谢谢